今天全台各地都算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以新闻来说 今天低温是23到25度 而高温也是32到34度 算是蛮舒服的 不过还是有人担心 接下来台湾会不会面临三台共舞的局面 我们来看这张图表 在最左侧呢 这个梅花台风 已经在今天 已经到达了这个大陆的浙江 而离我们比较远的末末台风 并不会直接来靠近台湾 或是再来影响 但是现在其他专家比较担心的 就是中间的这一块南马都台风 现在呢经过观测 他们预估有可能会在下周一 下周二抵达日本的南方海面 但是现在其他专家就担心 他有可能会以下距球的方式 来靠近台湾 甚至带来雨势 那么根据台湾台风论坛 天气特辑他就提到了 不排除这个会以下距球的方式 来靠近台湾 而且呢南马都禁台的几率 也已经上升了 现在其他专家彭启明 他就特别提到 如果这个南马都台风 持续北上靠近日本的话 那么接下来 这个周末呢 我们台湾附近的 这个可能会转为偏东北风 也就是北部地区 他的水气可能会增加 也就是可能会有 这个降雨的这个状况 不过这个路线 跟他这个变化呢 都还在持续的发展 因此气象专家 也会持续的帮大家来观测 那么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可以扫描 我们的QR Code 带您一手掌握 另外呢在我们的Facebook 有TVBS Global News 我们专手的APP 平安YouTube 带您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